各位同學好,我是長根 今天是10月5號,中午12點 歡迎來到強迫自己的閱讀ANGURU官方文件30天的第20天 那今天要來看的文件是這個英雄指南 那因為我剛剛看了這個文件這邊 那個基礎知識這一節呢 比方說基礎知識這邊 它裡面好像講了一些範例呢 都拿那個英雄指南的例子來做講解 比方說這裡就出現了一個英雄列表 英雄列表 然後下面也是 講了幾個繩子馬也是拿這個英雄列表來做講解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今天就從英雄指南這邊來開始看吧 那首先從簡介開始 前面這邊有說這個 這個 如果你講快速上手的話 看這個用StayBeezy來做啦 所以說如果你對ANGURU不熟悉的話呢 你可以先去試一試 就是我們之前做的地方 用這個StayBeezy 在StayBeezy上來開發我們的ANGURU專案 而接下來呢 我們從這裡開始喔 這個英雄指南課程呢 向你展示了如何使用ANGURU CLI工具 搭建了本地開發環境並開發應用 還對ANGURU CLI工具的基礎知識呢 進行了介紹 你建立的英雄指南應用呢 可以幫助人力資源管理局 管好自己的英雄 該應用具有許多在任何資料驅動的應用中 都可能出現的功能 完成後的應用呢 會獲取並顯示一些英雄列表 編輯所選的詳細資訊 並在不同的英雄資料間 資料檢視之間導航啊 你會在這份ANGURU文件中 用到很多例子 可以從中找到對此應用領域的參考和擴充套件 但是你並不一定要 非要透過這個課程來理解這個例子啊 那如果你完成這份課程的話 最後你會做成什麼工作呢 使用ANGUR內建的指令來顯示和隱藏元素 並顯示英雄資訊的列表 建立ANGURU文件以顯示英雄的詳情 所以說這個講的component嘛 然後呢 OK 顯示了 並顯示一個英雄的列表 第三個是說 為唯讀資料使用了單項資料細節 OK 就是使用資料細節 這是唯讀的資料 新增可編輯的欄位 並使用雙項資料細節來更新模型 接著把原件中的方法呢 細節到使用者的事件上 例如按鍵和點選 就當使用者做選擇 又觸發CLICK事件之類的 那就可以 把方法細節到使用者身上了 接下來呢 讓使用者可以在主列表中選擇一個英雄 然後在詳情檢視中編輯它 使用派來格式化資料 然後建立這個Service來管理這個英雄 使用Louter在不同的檢視及其原件之間導航喔 意思說就是你做完這份課程呢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啦 可以學到Angular指令啊 元件啊 component啊 資料的細節啊 單項的資料細節啊 或是雙項的資料細節啊 然後這個就是講的是方法的 方法的綁定嘛 OK 然後這邊講的意思是這個互動嘛 這個元件的切換喔 然後就是派 派Service 然後Lotto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喔 你將學到足夠的Angular知識 並確信Angular確實能提供你所需的資源喔 完成本課程的所有步驟之後呢 現在的應用會是如下 所以說這邊有個現場演示或是 一個下載範例喔 應該下...這邊可以下載的是 有個利IP檔喔 應該是壓縮檔喔 那這邊就是一個應該可以線上看的感覺 線上看的位置喔 點進去看一下喔 OK 他這邊放在Stability上喔 那如果我們照他的步驟做完那個英雄指南的話 他的追攻結果應該就會長得像這樣 我們等他伺服器執行一下 他好像有點久喔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至少會做幾個component吧 什麼Dashboard Hero Detail 然後什麼Hero Search 還有Heroes喔 再來是Message的訊息喔 然後... 這裡有個叫Loutin喔 Loutin 專門處理Loutin的model喔 還有個Hero Service 然後...什麼... In... Memory Data Service 跟Message Service喔 然後這幾個都是英雄嗎 那該會做成這樣啊 Dashboard Heroes 喔...Heroes列表是這裡喔 Dashboard 點某個人 可能... 可能改名字或什麼啦 Go back Safe 就是...留言或聊天紀錄嗎 Bad 好...大概就會做成這個樣子喔 好...回到我們這個文件這邊喔 他說... 本課程關於界面構想是從這個... 儀表版的Dashboard開始喔 檢視來顯示最勇敢的英雄喔 Top應該是... 最勇敢嘛 他這邊講最勇敢喔 那你可能想成最受歡迎啊 或是業績最好之類的喔 OK...他前面就是有四個人物寫在這邊喔 儀表版的頂端呢 有兩個連結 Dashboard呢 跟Heroes 你如果... 如果你... 點選他在... 喔...你將可以使用點選這兩個連結喔 在這兩個解釋間做導航 這時候點Dashboard呢 就會跳到Dashboard的這個... 那個路由那邊喔 Heroes呢 跳到Heroes的路由那邊喔 那...跳過去的話 應該對應到的是一個Dashboard Component 跟一個Heroes Component 接下來... 當你點選音域盤表上的... 這個... 米根塔... 米根塔英雄時呢 路由器... 英雄... 會開啟... 這個... 喔... 英雄的詳型 因為就是Heroes Detail 那這應該只是一個Component嘛 然後你點選... 那你可以改這個英雄的名稱喔 看一下喔 這怎麼唸啊 欸 Nanitta Nanitta 啊... 啊... Nanitta 是Magenta還是Manita OK 好 不管它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點這個Back 後退按鈕呢 將返回Stageboard儀表板 所以說 OK 這裡有個Back按鈕 點選它的話就會直接返回Stageboard 另外呢 鈴鐺的連結呢 可以把你帶到任何一個主檢式 如果你對 如果你點選了Heroes列表呢 就會把你帶到英雄列表的主檢式 就可以顯示所有的英雄 OK 這是點了Heroes的畫面嘛 然後這邊有好幾位好幾多英雄 都全部列出來了 如果你點選另一位英雄石呢 一個圍獨形的圍形詳細檢視會顯示在列表下方 以體現你的選擇喔 你可以點選View Detail顯示詳情按鈕 進入所選英雄的編輯檢視 下面這張圖可以整結所有的導航路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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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邊是說什麼勒 嗯 好 我們先看這邊喔 它這邊講的是 Dashboard的話是看到這個畫面喔 如果按下Heroes 按到Heroes的話會看到這個畫面喔 這個買Heroes的列表 那這邊是說 你點選這個Dashboard的英雄的時候呢 你可以進來這裡喔 進來這個叫做編輯英雄的名字的頁面喔 可以編輯英雄的名字的頁面喔 編輯英雄的名字的頁面喔 那一樣 一樣這邊 這個頁面呢也看到Dashboard跟Heroes喔 所以你點Heroes一樣能來到Heroes的列表 你點Dashboard呢 你能回到這個 這個控制盤喔 Dashboard控制盤喔 那下面 那下面 說這邊是你的編輯嘛 編輯資料的訊息喔 可以改它的名字啊 下面 接下來就是個Back喔 嗯 這裡沒看到Save按鈕喔 它這邊講Back就只有回去嘛 那回去的話 它也說回到這個儀表版喔 所以就回到這裡來喔 OK 不過好像可以看情況喔 看情況喔 如果你是在MyHeroes 你剛剛是在MyHeroes裡面點了這個英雄 點了英雄的話啊 比如說什麼 Megenta Megenta之後 它下面不是顯示說 Megenta is my hero 然後 應該跳出這個小訊息方塊吧 然後 如果想看詳細資料的話 就是要點這個ViewerDetails 點下去才能到達這個頁面喔 這個頁面其實是可以編輯的頁面喔 所以說 如果你剛剛上一頁是來自MyHeroes的話 那你按Back按鈕應該是回到 MyHeroes這個類表喔 所以說你的 你的這個component應該會知道使用者 剛剛是從哪一頁面過來的喔 那接下來呢 OK 下圖示範了本應用中的動畫喔 所以說你就是照著看它點了 就可以看到畫面的切換喔 OK 反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功能檢視喔 這樣子我們簡介就看完了嘛 那接下來 就先建立一個專案吧 這邊寫作 應用的外殼喔 首先 使用Angular CLI來建立最初的應用程式 在本課程中 你將修改並擴充套件這個入門級的應用程式 以創建出英雄指南的應用 在課程的這個部分呢 你將完成下列工作 設定開發環境 建立新的工作區 並初始化應用專案 接著 啟動開發伺服器 然後呢 修改時應用 如果你想檢視本頁面所講的翻譯程式呢 這裡有這個現場演練 就是到這個Stay Busy吧 或是下載範例喔 可以下載它這個專案的壓縮檔 那首先呢 搭建開發環境 如果想要搭建開發環境呢 請遵循搭建本地環境中的步驟進行操作 所以說這裡應該是會有一個安裝教學吧 只要你安裝 NodeJS跟 Angular CLI吧 我看一下喔 對 它說就是 如果你需要安裝 Angular的話 就需要NodeJS NodeJS 然後 用一下NPM 下個指令 你安裝完NodeJS的話 就自動幫你安裝NPM啦 所以說 這兩個步驟都是一樣的喔 只是你可以使用Node-V 或是NPM-V 看能不能 確認看看有沒有安裝成功了 那接下來就是安裝 npm install.go 打這個 小老數的 angular CLI 斜線CLI 這樣就安裝 這個 angular CLI 那我們是有 npm install嘛 所以說 NPA會去他們的網站上 尋找這個 angular CLI的 這個 橙色 把它下載下來 讓你安裝上去喔 那Grobo是指全域安裝喔 所以說 你應該是 任何環境都可以使用到這個指令 那下面就是使用 angular NG的指令 就是angular CLI 來產生一個 這個 買APP 它叫工作區嘛 工作區的話 它這邊翻著什麼 workspace workspace 好 所以回來 我們文件這裡喔 我們要做英雄指南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 建立一個新的工作區喔 並完成一個初始的應用 那angular工作區呢 就是開 你開發應用所在的 上下文環境 一個工作區 包含一個 或多個專案所需的檔案 每個專案呢 都是 一組由 應用 函式庫 或端到端 end to end 測試組合的 檔案集合喔 在本課程中呢 你將建立一個 新的工作區喔 新的workspace喔 如果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作區呢 一個初始的應用專案呢 需要 確保你現在沒有位於 angular工作區的資料夾喔 所以說 你現在的專案並不是在 呃 不定你的位置啦 這個位置的話 是跟你的資料夾有關的喔 例如 你之前已經建立過了 快速上傳的工作區 請回到其的附目錄喔 其附目錄喔 意思是說 什麼呢 我看一下喔 我這邊專案有沒有呢 OK 這邊有個資料夾嘛 那這個資料夾 就放我們之前 建立的angular環境喔 那 之前 之前我們這個 stevy上專案是這個 握下來下來 在這裡喔 那你點進去呢 那這個 這裡的話 就是一個angular專案的工作區嘛 angular專案的工作區喔 workspace 所以說 我們的專案名稱 預設可能就叫成這個 angular的這個 5R8RJU 就是我們目前專案的名稱喔 那所以說 呃 請確保你現在沒有位於 angular工作區的資料夾中喔 所以說我們想建立專案的話 我們不能在這裡面做 因為這裡是angular工作區嘛 所以說叫我們回到上一頁 回到這個目錄去喔 讓我們回到上一頁嘛 上一頁就是這裡喔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 就代表說我應該可以建立一個 在這裡 建立一個angular專案啦 因為這裡面沒有其他的 因為這裡面並不是angular工作區喔 因為這裡面並不是angular工作區喔 裡面才是喔 每個資料夾裡面才是angular工作區喔 每個資料夾裡面才是angular工作區喔 所以說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下指令喔 使用 這個 用實行施葉爾來命令ngnew 然後呢 你的專案名稱是使用這個 angular tour of heroes喔 這樣子打 ngnew 控格 中間有控格格開喔 angular tour of heroes喔 那應該就會建立這個 名字叫這個 叫這個名稱的angular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會開成一個資料夾在裡面喔 那點進去呢 就會呈現一個angular工作區 那我們要使用下司業爾來命令嘛 那我們應該使用這個 使用 CND喔 開這個CND來執行喔 那如果你的電腦 在點這個資料夾之後呢 按右鍵喔 按住鍵盤shift按右鍵喔 如果你有這個 你有這邊顯示的是comment line的話 comment line的話那你就可以點喔 我這邊點power show的話 其實是可以喔 不過power show的話 好像要做一個設定 設定才能使用個 NGCLI 目前我這裡是 我這裡是 我以前是有設定過 忘記是在哪邊文章了 所以我的power show 其實是可以執行這個NGNUNO指令喔 那如果沒設定過的話 好像不行喔 就看你現在電腦的版本喔 呃 有的電腦 有的電腦 Windows這邊點下去 按右鍵 按住shift 按鍵盤shift 按右鍵 它會看到這個power show 看到comment line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 在這裡開這個CLI喔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是把這個網址喔 網址 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之後呢 去搜尋喔 搜尋喔 搜尋 我的搜尋視窗好像 沒有出來 等一下喔 我的搜尋視窗好像 跑到另外一個螢幕去了 看一下可以移動嗎 OK 要跑到另外一個螢幕去了 沒關係啦 反正你要輸入CMD喔 輸入CMD喔 輸入CMD喔 然後打這個EXE就可以囉 你就會找到命令提示資源啦 那我看一下 這邊 如果在這邊搜尋 能搜尋到CMD嗎 我打CMD空格 空格 然後對應說 我在這個位置 我看一下這樣能不能執行CMD喔 OK 好像是可以喔 好像可以喔 開啟了CMD喔 不過這兩個版本好像不太一樣 反正字體好像不太一樣喔 OK啦 不過上台也是能開啟CMD啦 同學就可以直接打 打這個路由 網址喔 點這個路徑嘛 要加路徑嘛 然後 移到最前面喔 變成CMD了 OK 反正大家剛剛有看錄影 就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嘛 這樣的話也可以開啟CMD阿 你就會在這個目錄下 然後你就可以打NG new NGnew 這個指令然後產生這個專案 不過這邊就是黑底白字嘛 所以說我是有準備這個 我是有準備這個 CMD的 我就是把它改成白底黑字喔 這樣的同學可能就會看人家清楚啦 然後我這個目前的目錄位置下是這個 VS Code Project 所以我要再移動了 CD NGULAR R IT HOME 這個資料夾裡面喔 那我進來資料夾之後呢 我要打這個 NGnew angular tour of heroes ng new angular tour tour of heros here oes 應該沒有打錯吧 OK 沒關係 那我們再按一下Enter的話 今天就會產生這個Angle的專案 跟這個叫名字叫這個名稱的工作區 所以我這邊開啟一個資料夾 看資料夾在這邊 然後 我看一下怎麼移動了 好移動在這裡 然後按下Enter 按下Enter 我現在的電腦好像有點慢喔 可能是錄影的關係吧 因為現在我的桌墊只有雙核心 6代i3 有點老了 OK 它出現了一個選項 那文件上有跟我們說 要選項做什麼事情嗎 我看一下喔 NG new 命令會提示你要輸入 要在初始應用中包含哪些特性喔 起按Enter或Return接受起預設值喔 就是按Enter鍵就變成預設值嘛 那我現在按 我在這裡按一下 Enter鍵的話 預設值是什麼呢 Where you like to a Angular team Angularouting 我猜這個Angularouting的話 應該會想像這個檔案吧 這個AppRouting的檔案吧 那我不確定我現在按 我按Enter的值是什麼 不過 這個文件上目前沒有寫 沒有寫按什麼值喔 那我們就直接按Enter吧 當中預設值吧 Enter 預設是None OK 再按一下Enter 那預設應該就是 這個CSS吧 那一樣在這個Install Package喔 它在下載中 就會有點慢喔 大概等到1-2分鐘的時間吧 然後安裝完 我們剛剛做了這個步驟 我們剛剛做了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做完了喔 接下來是說 接下來是說 Angular使以來會安裝必要的 Angular NPM套件 和其他的依賴 就是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喔 這可能需要等幾分鐘喔 我們就是大概等個1-2分鐘的時間 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它會建立下列工作區和 出寫專案的檔案喔 一個新的工作區就是Walkspot 就是這個資料夾嘛 其工作目錄的名稱叫做 Angular Toe of Heroes喔 所以說 我們剛剛打這個指令之後呢 打完這個指令嘛 它再幫我裝的時候 它這裡多了一個資料夾喔 多了這個Angular Toe of Heroes 這個資料夾喔 是沒有了嗎 看一下現在10月5號下午12點多 10月12點46分喔 就是我現在這個時間 剛剛才建立的 那一個最初的骨架應用專案喔 那同樣叫做這個Angular Toe of Heroes 然後裡面會有 應該裡面說有個SRC的指令目錄啊 然後會有個 End to End測試的檔案喔 專案喔 然後一些配置的檔案喔 那初始的應用專案呢 是一個簡單的 歡迎應用 所以是可以決定它喔 就是初始的話 應該還有預設的頁面 就是歡迎你使用Angular的那種頁面 那一樣喔 我們就這樣稍微等它 把它安裝完囉 OK 經過漫長的等待呢 我們現在已經安裝好了喔 那 你看到畫面就是被我剪接過的畫面喔 也不是剪接過啦 就是我剛剛把這個 安裝完成就直接暫停錄影了 不然等太久喔 大概等了好像2分鐘 好接下來喔 現在已經安裝完了 安裝完的話 我們現在看這個資料夾喔 我們點進去這個TorzHero裡面的手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的目錄喔 這是Angular是要來幫我們建立的檔案喔 裡面還有這個NG modules 呃 講錯了 NPM 呃 講錯了 Node modules Node modules 就是Node.js相關套件喔 就是Angular裡面會用到它的工具都在裡面喔 那裡面好像也有這個什麼 那個小老鼠Angular 小老鼠Angular的一些核心套件都會放在這裡面喔 然後一些相關設定檔案嘛 那Source的話應該可能會看到一個一個Torz 誒好像沒有耶 看一下Source要夾裡面呢 一個最初的骨架應用專案 同樣名字叫做Angular Torpivos Source Skin 喔喔 Skin of App Fajar Also Call 所以它應該是講這個 我們建立完之後呢 這個index.nl裡面寫的那些文字喔 寫著這個頁面名稱 可能就顯示叫做Angular Torpivos 那我們現在已經 這個已經建立好了嘛 建立好了嘛 OK 這是一個專案 是一個簡單的換引用 可以隨時的執行它 要怎麼執行呢 啟動這個應用伺服器喔 進入工作目錄區 啟動這個應用 我們先Change ChangeDirator 切換到這個Angular Torpivos 這個目錄 這個料夾喔 然後按這個ng打這個指令 ng-serve-open 應該就會啟動這個 伺服器喔 把這個 我們的application打開來喔 下面有個說法是說 ng-serve命令呢 會建構本地應用 啟動開發伺服器 然後監聽原始長 並且讓那些檔案發生 變化時重新建構 本應用 所以說它應該會幫你執行這個ng-build吧 ng-build之後呢 build完之後它會啟動一個cellular server 然後把這個build好東西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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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它會監聽原始長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在寫code的時候呢 可能改了兩個檔案的時候 這個ng-serve就會發現到 發現到之後呢 再重新編譯一次喔 對這裡只寫重新建構嘛 就重新編譯一次喔 build一次喔 然後再啟動 所以它應該會進行一個 你每改幾個字 它就重新編譯 重新啟動的一個動作喔 並訪問這個local host的4200 所以說這個ng-serve的預設伺服器 會在這個位置喔 local host的4200 那我們一樣先開啟這個 我現在位置是在這個 Angu的iT-HELP 2020 那我們就一樣 Change cd angu-angu-tag一下 tag有提醒嗎 ok 它有提醒喔 那我看什麼開頭呢 tor tor開頭 tab ok 有 好 就到這個交夾去 然後呢 這邊要打這個ng-serve-open ng-serve-open ser-ve-open 按下Enter ng-serve-open 按下Enter 嗯 我的電腦就是 有點慢喔 請多多包含一下 我現在看到這個工作管理員喔 說我的CPU使用率現在已經100%囉 那其中這個錄影程式呢 已經吃掉我CPU 40%的使用率喔 然後第二個多多的好像是這個方讀軟體喔 所以說 我本人剛剛裝了一堆NoneJS的那些套件喔 而方讀軟體就偵測到了一堆檔案的新增加來 大家看能再掃讀吧 OK 它開始動了 開始動了 它在編譯喔 是不是在編譯喔 現在給我 請你平常出招動一下 喝點 斟勁喔 按下 請高客客 等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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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已經編譯完成了 現在啟動了這個開發伺服器 OK 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們專案就建立起來了 你看到這個專案名稱 叫這個Angular Tor of Heroes 就是我們的資料夾名稱 應該是寫在這裡 然後這應該是他的預設專案的範本 預設專案的範本 那... 他這個REM應該是講到文件了 OK 我看左下角的連結 這些都文件了 然後這是Angularブログ 這是Document 有沒有 是有來的Document 那接下來你的步驟 你想要這個New一個Componer呢 還是... 這個... 使用Angular這個套件 Material套件 喔喔喔 還沒對應到的指令喔 那你要這個PWA support什麼的喔 就是NewComponer嘛 做測試喔 或是什麼... View for Production 指令就不一樣了 顯示在下面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文件這邊 OK 我們簡簡 open嘛 所以說他會開啟瀏覽器 然後你會發現我們本應用的 正在執行在瀏覽器中 下面說 Angular元件喔 你所看到的這個頁面呢 就是應用的外殼 這個外殼呢 被一個名叫 APE Component的 Angular元件控制的 OK 它的英文是 Application Show Application Show 那這個外殼呢 是被 APE Component的 Angular元件所控制 OK 所以說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 APP Component底下所控制的喔 這個頁面應該就是 APP Component讓我們看到的頁面喔 而元件呢 是Angular元件應用中的 基本構成要素 他們在螢幕上顯示資料 監聽使用者的輸入 並且根據這些輸入 指示相應的動作 OK 顯示資料 監聽喔 就是 偵測事件嘛 OK 就是 好這些元件的介紹嘛 下面呢 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修改這個應用的標題喔 用你最喜歡的編輯器或IDE 開啟這個專案 並訪問這個 Source的APP目錄交加 對這個其實應用 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修改 你會在這裡看到 APP Component殼的三個實現檔案喔 OK APP Component.ts 檔案 那個元件的類別程式 滿在這裡喔 這是用Type3寫成的 就是元件的範本喔 就是APP Component.html 然後範本是用html寫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樣式嘛 叫做cs 那這個cs應該是這個元件專用的cs 所以說 首先我們要開啟我們的IDE喔 那看你習慣用什麼IDE啦 我現在目前的資料夾 我都用到這個HERO資料夾 當下的資料夾 這個專案的 Wallspat最上 跟最根層的目錄喔 那你要按右鍵喔 Open with code 就是我用這個VSCode把打開來喔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的應用喔 那我們要先開這個Source資料夾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 這個APP Component OK 是叫APP嗎 OK 它的Component包在APP資料夾裡面 那時候我們裡面可以看到這個 ts.m cs.html 那我們現在的文件呢 要我們先看什麼檔案呢 OK 下面這裡喔 更改標題應用 我們開啟原件的類別檔案的 APP Component ts.m 並把這個Title首先改成Tall of Heroes 英雄指南喔 那我先把這個複製起來 Tall of Heroes 英雄指南喔 那回到這個VSCode 我們要到APP的 這個Component.ts檔案喔 OK 它這裡有個Title Title目前是寫這個名稱喔 這個名稱是跟我們專案建定的招架名稱一樣喔 那麼改成Tall of Heroes Tall of Heroes 大寫 Tall of Heroes 這樣子就改完了 那偶不是大寫嗎 OK 偶不是小寫喔 OK 這樣子就改完了喔 那改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回到文件這裡喔 開啟原件的 範門檔案喔 AT Component 這個清空喔 並且 清空Angular Series自動產生的預設範本 改為下列HTNL 意思是叫我們把AP Component裡面的資料清掉 目前這個HTNL裡面的資料應該就是這個畫面吧 應該是這樣的資料 那如果我們要把它清空的話 清空這個 Component.htnl 好我看一下喔 這個HTNL是這個檔案嘛 OK 目前的專案範本這邊都是寫實的喔 好像寫的樣式啊 樣式表 CS也寫在這裡喔 然後 下面 好多喔 OK 下面才是整個 專案的HTNL 那 這裡寫Title App is run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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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OK OK 我剛剛改了Title名稱嘛 所以說這個Title 變成Tool of Heroes 剛剛是APP Tool of Heroes 有槓的喔 現在沒有了 那代表說我這個 OK啦 就是背後 我每改一個檔案喔 這個NGSurf後面 就會幫我們重新編譯喔 重新編譯喔 然後就做修改 那現在 目錄要我們的工作是把它清掉嘛 全部清空喔 然後改成以下內容 這個H1 然後用X字表示一個Title 然後就複製啦 複製 就填掉 寫上 就顯示個Title 存檔 我們看一下這邊喔 OK 它變成這個Tool of Heroes Tool of Heroes OK Tool of Heroes 接下來我們回到 文件這邊喔 它說雙花括號語法呢 是Angular的X字細節語法 這個X字細節意思是把原件的Title 所形的值 細節到HTL中的H1標記中喔 磨管器自動重新整理呢 會顯示出新的應用的 標題喔 應用的標題喔 那這個重新整理應該指的是說 NGSurf會 重新build一次吧 build一次之後好像它的 頁面會自動載入一個新 就是自動重新整理喔 那如果你想顯示一些其他字 也可以這樣繼續改啦 改一個 比方說 我在confine的貼紙中 新增一個屬性嘛 再新增一個成員喔 Title 然後 然後 content 要打什麼 ABCD 這樣子啊 打這樣子 就叫ABCD好了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可以用content喔 拿著content的值 p 然後用滑瓜號 然後打這個 content喔 有提醒喔 這個提醒好像不是Angler給我的 好像是我裝這個 Tabnet的套件 它給我的 OK 現在儲存了 回到這個文件這邊喔 喔它在同音載入了 我剛剛改過嘛 現在同音載入了 OK 就出現這個ABCD在這裡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部分做完了嘛 接下來往下看 新增應用的樣式喔 大多數應用呢 努力會讓整個應用保持一致的外觀喔 因此CRI會產生一個空白的 Style-CS檔案 你可以把應用的 全部應用級別的樣式放進去喔 喔 喔 全部應用級別的樣式喔 所以指的是 就是 Style-CS 這個檔案在Source 斜線的Style-CS 這要講 那這個CS的話 代表說 全部的應用 就是所有的component應該都可以吃到 這個Style-CS裡面的樣式喔 然後它裡面 就有一些樣式喔 我看一下喔 應該直接複製吧 不是自己 自己打這樣打太久了 它有個H1 就是新增H1 然後顏色是什麼 然後它的字體呢 字體 然後它調大 調大了250倍喔 2.5倍啦 2.5倍 再來 就H2 H3 樣式跟字體喔 那顏色 顏色是不一樣的 444跟369 欸不確定是什麼顏色喔 不過沒關係喔 之後用了就知道了 然後它要改字中 字中是Lighter 接下來就是 Body Body它會左右 左右 左右 會有個位移的空間喔 叫 用21M這單位喔 然後 它好像要有Input 這個樣式會跟這個 輸入值有關喔 然後這邊是Everyone嘛 就是所有 所有的字體 就套用這個樣式喔 它打型號就是所有的意思喔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複製吧 複製一下 複製然後放在Style.cs喔 它並不是叫我們放在 並不是放在這裡喔 這個是APP Component 它自己 這個CS應該只有 這個Component吃得到 但是題目是叫我們放在 全域的環境下 所以下面 這個Sold這道夾底下 應該會有一個 Style.cs喔 放在這裡面喔 放在這裡面的話 那 OK它寫 You can add global style to this file 然後你可以 Also import other style files 如果你要用CS import語法 這裡也可以 import進來 那這樣的話 你放在這裡面的 CS樣式喔 是 全部專案裡面都吃得到的喔 Ctrl-C Ctrl-V 啊 Ctrl-V啊 貼上 貼上儲存 那我這樣樣式有變嗎 欸好像在閃喔 好像有變喔 OK 至少我的那個H1喔 它的 H1的這個字體喔 顏色 顏色已經變了喔 而且好像變得比較大 不過字體好像也有改變喔 這個ABCD好像字體也有改變喔 因為我剛剛好像是有 我剛剛那個字好像是秤限字喔 現在好像變成無秤限字的感覺喔 OK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做完了嘛 好 檢視這個最終的岩石碼喔 這個 我們剛剛有改在APP Component的貼子檔案裡面喔 那做的事情是把 我們做的事情是把這個title title的名字改掉 改成Tor of Heroes 那一樣我們再比對這個專案喔 我們的 這個 APP component 點 ts 檔案 有這個 Tor of Heroes 那上面這邊就是它 AP Component自己幫我們建立的嘛 AnguluCYZ幫我們建立的 這些是上面 我們沒有改它喔 但這部分應該是跟文件上寫的一模一樣 我們看一下喔 欸 點錯了 OK啦 就是 Component來自的 AnguluCore 然後 Slater是 APP Root 它的名字叫 Root 然後 就是 Template UIL 跟 State UIL 看一下喔 APP Root 沒錯 然後 Template UIL 也沒錯 接下來是 State UIL 它是S喔 然後是個陣列喔 是陣列喔 就是譬如說你可以放多個CS的樣子喔 在這裡面喔 那 回來這裡喔 這樣子是 沒錯嘛 那 還有一個檔案嘛 看一下喔 OK 這是 APP ComponentHTML啦 ComponentHTML就是 就改成指針這個喔 H1Title 那我們剛剛是改過了嘛 接下來就是這個 Style.CS嘛 這些樣式喔 我們剛剛是直接複製貼上嘛 所以應該就是沒有錯啦 OK 就只有三個檔案 好 這樣我們做完的話 看一下下面說 小節喔 你使用了AnguloCY 建立了初始應用的結構 你學會了使用Angulo元件來顯示資料 另外你使用這個雙花括號 就是這個大括號 顯示了應用的標題喔 是我們把這個title 我們在 我們携在這個 APP Component.t的檔案中的這個title 透過這個大括號 這個花括號的方式 細節到H1裡面的欄位 這樣的話 OK 那我們今天這部分就把它做完了嘛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會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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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